怎么样 过瘾吧 解恨吧 来 老话说福祸相依 你家人一直在找茬 这次也算是送上大礼包 忙活一晚上值了 难怪 你没有把一字贺包出来 原来是为了我考虑 谢了 就口头的一声谢谢啊 早餐都没吃就跑到这儿 都不饿 午餐吃什么 我请 我想吃 阿姨做的糖醋里肌 正好有你一块儿 不会显得太唐突 为了我你也没什么趣 我不是为了我们俩 怎么 又想讨好我爸妈 想让他们站在你这边为你说话 不错 现在能看出我心里的小算盘了 越来越懂我了 出发 去吃阿姨做的糖醋里肌 都这个点了大哥怎么还没来公司啊 哪位 是我 易子鹤 您拉回我的号码 我只能用心号跟你联系 别着急挂电话 你现在一定联系不上陆森阳 我是来告诉你 陆森阳和布阮 刚浮交四期的去找过我爸妈 现在一下 已经拆不散他们了 你只能死得心得好 你当我会受你挑唆 陆森阳和布阮 昨天晚上 在宫地的帐篷里一起过了一夜 现在好的不要不要的 不信的话 你去宫地看看好了 好 一大早上我就抓紧 陆森阳不小巧的帐篷里肤 太进步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野外露营嘛 完全不一样的浪漫 也再次瞅不过了 你这意思是说 昨天晚上喷脸 你说呢 肯定有啥呀 来 你们突然回来 也没来得及准备什么 来 快吃快吃 阿姨辛苦了 我想这口真的好久了 怎样啊 喜欢吃就多吃点 以后想吃了随时到家里来 好了 叔叔 我绝对不会客气的 你这一来 我爸妈看你眼神前 这比恨我还亲 敏德叔跟阿姨 对我是寄予厚望 毕竟我得尽快学会 怎么样对你好才行 好话都让你说了 你别当真是讨厌我 嘴巴跟抹了蜜似的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是吧 阿姨 是 村阳啊 小冉呢 是被我们给怪坏了 他这张嘴啊 最厉害 你啊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怎么会啊 阿姨 我喜欢都来不及 那是说喜欢吃糖醋里脊 你多吃点 光弹 熟透 好呀 阿姨 一手还是两手啊 阿姨 我今天胃口好 我想多吃点 好 不怕撑着 阿姨做的糖醋里脊最像饭了 几口饭哪能撑得着啊 一会儿你们吃好了 到前面那茶医院逛逛逛 我去帮你阿姨忙活忙活 好的 叔叔 我哪有那功夫啊 吃完饭还要赶着吃工地呢 我们好不容易给工人兄弟制造的八卦话题 就不去了他们才能说得过瘾了 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我从来都不排斥秀恩爱 再说了 正好今天能够一扫闹鬼的阴影呢 特别奖励你 今天休息 吃完 好了 来吧 尝尝 我最爱吃的糖醋里脊 够了 你太瘦了 你多吃点 老板 需要签字的文件已经放在你的办公桌上了 今天你还会回公司吗 思琪问我今天要不要回公司 你不要以为当老板就把什么活都扔给我们打工人好吧 说到 我今天不回公司了 我 你